以及政府各個單位 對於韓國瑜兩岸的談話 都有很多的批判跟回應 蔡總統講的是 台灣人民有獨立行使的意志 有自由的選擇 沒有指腹為婚這件事情 這當然是韓國瑜 在形容兩岸關係 情感層面的時候 講過的你農我農 指腹為婚相關的譬喻 蔡總統也直接的回應 陸委會的副主委發現 仁秋錘正也說 無論是先有後婚 你農我農 重點是一定要拒絕恐怖情人 這也是非常針對性的 針對韓國瑜的回應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也特別強調說 涉及公權力的協議 是中央的職權 我們只是對不了解的地方 跟他做一個說明 不過非常特別的是 也有人問了陳明通說 你對韓國瑜的兩岸的看法 有這麼多的意見 你對柯文哲說 中華民國是國 台灣是家有沒有看法 結果陳明通很簡單說 沒有評論 柯文哲沒有評論 但是對韓國瑜的評論卻這麼多 怎麼可以大小眼 對北高市長有不同的對待 前總統陳明通也跳出來說 中國沒民主沒自由 企圖併吞台灣 台灣人怎麼愛得下去 叫韓市長不要再騙好嗎 這麼多人通通通通都跳出來 打韓國瑜 過去台灣每次到球賽 都有一句話叫 好想贏韓國 現在看起來民進黨 好想贏韓國瑜 所有的人通通跳出來 打韓國瑜了 主持人我們昨天也提到 韓國瑜他提到子婦偽婚 這個就是蔡總統 昨天臉書回應攻擊的主要地方 你農我農 我們媒體就問他 韓國瑜有改口 他說你農我 大家不喜歡的話 那就改白頭偕老 這個都不行 我覺得 但是我要跟觀眾朋友說 韓國瑜的進步非常快 我們看今天中國時報報導 韓國瑜說他昨天講 他說我會仔細把蔡總統的貼文 我就臉書罵他那個 完整看過消化之後 在哲企對外正式回應 這個哲企其實就是今天 2月14然後今天2月15 然後他也不是正式 他是今天早上在一個 拜廟的場合然後就回應了 我還是給韓國瑜肯定 就是說你不要再講 什麼那些很輕挑的話 你要非常的認真 因為你現在是用總統級來看待 蔡總統談話 他的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國台灣 觀眾朋友這個不能等嫌失之 這非常嚴重 因為總統 剛剛立文講得非常好 總統是不能對國民跟國號 隨便亂講的 什麼是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憲法裡面沒有這個名字 沒有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也沒有 你看得到政府的 所有的法律文書 沒有這個詞 中華民國可能藍軍 可能統派可以接受 台灣可能獨派 可能綠軍可以接受 蔡總統你要追求選票極大化 你可以拿這個當你的選戰策略 但是你不能 你在當總統說 我在講到國民的時候 在講到國號的時候 我就發明在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概念是不存在的 到底韓國瑜跟蔡總統 有距離這麼遠嗎 我也不覺得 我們看這是1月17號之後 韓國瑜講 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是今年的1月17號 蔡總統他是在520 2016的就職演說 他也提到的憲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把它放在一看的時候 其實很清楚 他們兩個講的東西其實是一樣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 那跑掉的是誰 要回歸到憲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的是蔡總統 蔡總統 你糟糕了 你要回到憲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就是只有中華民國 沒有中華民國台灣 不要來這一套 所以這不可以有白宮 主持人 我不是統派 不是官 我希望2020年的總統大選 是一個統獨大辯論 希望有統獨大辯論 然後我也希望能夠有 擦邊球的九二公司公投 因為我們不能有統獨公投 美國勞大哥都講的 然後我很想看看 統派跟獨派的候選人 你能夠哪幾% 因為這不僅多 因為大家能夠拒絕這問題 我的結論 在1月2號習近平講什麼 他的對台40週年的這些說明 然後蔡總統回應 這一次因為韓國瑜的專訪 蔡總統的回應 在我的角度來看 我是很歡迎的 我沒有幫任何一邊講話 我很歡迎大家 聚焦在討論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比華航罷工 比那些什麼孫安佐那些 營養太多了 這是真的就是韓國瑜講的 這是我們的生死大事 這個比較重要 不過恐怕你會失望 因為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還是含糊帶過去 特別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他並沒有告訴你說 我在講中華民國台灣的時候 指的是一個國號 他可能只是一個選舉上面的 策略跟訴求 不要看清自己的角色 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中華民國的總統要言而有心 而且你在詮釋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國號的時候 麻煩你正經一點 用偷渡跟夾帶的方式 不是一個正正當當 正常的總統該做的行為 我們要問蔡英文總統就是說 請問目前中華民國的國號 到底有沒有改變 中華民國台灣 是現在的中華民國的新國號嗎 麻煩你在臉書 可以重新再講一遍 中華民國台灣到底是什麼網高 現在到底這個代表什麼 是個地名 還是是你的俗稱 還是你想把中華民國的國號 偷渡加了台灣兩個字 然後把你不敢做的台獨 就透過這樣的文字化 你在心裡面覺得 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台獨夢想 這樣子自我安慰 到底是哪一種 我覺得作為一個總統的高度 請你不要兒戲 而當韓國瑜他今天為什麼 我覺得府院黨要起來圍剿他 因為他是主張九二共識的 這完全是犯了民進黨的大忌 民進黨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別忘了他在選前 就要把九二共識摧毀 選後當選之後 把九二共識正式的摧毀瓦解 是他最大的目標 但是他現在看到 九二共識在韓國瑜 當選市長的時候 把他大復活了 就是說變成是可以一個鮮明的旗幟 而且韓國瑜正以這樣的一個旗幟 他要前進大陸 所以對蔡英文來講這個很痛 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非去踩他 消滅他不可 所以現在為什麼你看到 陸委會也好 蔡英文也好 完全都衝著韓國瑜而來 因為一旦韓國瑜把整個 國民黨過去主張的九二共識 重新讓他又可以復活 又可以打通兩岸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是很傷的一件事情 因為韓國瑜臉上寫著九二共識 是 現在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他不避諱 他從選前 他在電視上就告訴他 他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他熱愛中華民國 他講得非常的大聲 然後他現在他都沒有改變 到目前為止 他還是維持這樣的基調跟路線 而且他已經要前進大陸了 所以一旦他如果跟大陸談成任何 是觀光的大筆的觀光客到高雄來 或是農漁產品 大批的這一種定期的器座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成交 的一個交易的話 對民進黨 他會覺得這是一記重拳 就是重重的打臉民進黨說 誰說九二共識要被磨紅成這樣子 九二共識他也可以是主張兩岸 可以和平往來的一個 一樣是可以繼續 在這樣的政治的共識底下 我們可以繼續維持和平的交流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害怕 陸委會也害怕 必須祭出這麼大的行動 先恫嚇韓國瑜 而且不准他去簽任何的協議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的動作越大 我覺得他真的要小心 反而給韓國瑜的政治能量就越大 而當韓國瑜他真的是 帶著這個去大陸訪問 而且如果有具體的談判成果之後 我認為民進黨他恐怕沒有力量 是真正來阻擋 因為如果韓國瑜他心中是人民 他坦承的是可以活絡高雄經濟 甚至帶動其他縣市的經濟 跟農芋產品的話 我不曉得民進黨要用什麼樣的 政治力量來阻擋 當他主黨的力量越大的時候 我認為民意的反撲會越大 而他這一個出的這個權 會作用力會是氣傷權 會打到自己身上 在2020的時候 會讓台灣民眾做出更大的決定跟選擇 就是絕對怎麼樣選 也不能選民進黨 因為他是跟人民作對的政黨 絕對的政黨 和拜一太夫人聽了 newspaper 還有一些訂購的 人 指 gleich 控制 給你 把 明文